其实你不太喜欢这小子对吧 不是 至少现在不喜欢了 是吧 喜欢 你说实话 你喜欢他什么 你很烦他呀 就在我看来挺甜蜜的事 你都觉得特讨厌 你比如说他送你回家 这应该高兴死的事 对不对 你觉得好烦 他多余 对不对 主要是他对我挺好的 我就是烦他 他老黏着你 就觉得一个大老爷们 他这样老黏着一个女生不好 那你想怎样呢 我就希望就是 我有什么委屈了呀 我跟他说了 然后他就安慰我呗 然后平时就是 不都有自己的学业吗 然后就互相就学习什么的 就别老有事没事就 明白了 你有事的时候把他叫来 给我一堵墙 我哭会儿 哭完之后说墙走吧 你学你的习 我学我的习 也不是 又高兴了说 来 麦克风过来 咱俩唱歌去 唱完歌说你走吧 你学你的习 我学我的习 是这意思吗 不是 你想让这小子怎么做吧 就是他有事的时候 他也可以依靠我呀 问题他没事 他最大的事就是你呀 他最大的事就是你呀 他现在就是靠你呀 就是粘着我我觉得 这不是你初恋吧 不是 你想过说一个男人 这么粘人的时候 会这么烦吗 以前也没碰见过 就一开始还挺享受的是吧 对 后来就受不了了对不对 那你们今天来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 就不想和他在一起了 就觉得他太粘人了 然后就 他什么事都要管你呀 然后就觉得挺 挺明白的 你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听明白了 啥意思啊 但是我没觉得我很烦人啊 我也没觉得你很烦人啊 我是烦他 就之前有一次嘛 我们有那个共同的朋友 然后就邀请他和我 一起去参加那个聚会 当时我们三个一起出去 买东西啊 然后他半路上 就碰见他一个朋友 然后他就跟我们两个说呀 你们两个先走吧 然后我一会去追你们 然后那让我走我就走呗 那我们买东西 买完回来了 也就十多分钟吧 然后他就跟着站着 就黑着脸 就吼我 当街就说我 说啥呢 然后就说什么 拿电话 你不知道接电话呀 然后就说什么 不知道我找不着 你很着急呀 十多分钟过去了 你都不知道 不要找我啊 你在不在乎我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特别无语 还在大街上 特别丢人 然后当时就 聚会也没去成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回宿舍了 我每次平时的时候 他去哪儿我都会跟着 这次我跟朋友 说了几句话 我就想着追着你 但是我没找到他 我打电话 我就特别着急 他和他朋友 回来的时候 有说有笑的 我感觉他一点都没在乎我 听明白了 你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也应该成为 你世界的中心 可是对方说 对不起 我的世界里 还有其他的东西 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